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我们的法律和葡萄牙基本都一样 那和不独立有什么差别吗 我们何必独立还在印尼欺负老二十年呢 葡萄牙嫌弃我们累赘不要我们吗 可是我们独立以后葡萄牙也没少给我们钱啊 现在我们还能加入葡萄牙吗 像亚索尔那样的自治区 这个问题看上去非常的好笑 因为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会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附庸 但很显然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啊 他本身也并没有那么不知 他的问题当中呢有很多关键而准确的信息 比如说第一点 葡萄牙的法律体系对东地问法律的影响 第二点 葡萄牙放弃东地问 1975年东地问独立 第三点 东地问和印尼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第四点 葡萄牙援助东地问 那么带着这四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葡萄牙这个宗主国和他的前殖民地们之间的相爱相杀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点 葡萄牙的法律对东地问法律的影响 在我们公众号最开始的文章 葡萄牙的建国之路当中 我们讲到葡萄牙是在1143年独立了 是欧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 在1516世纪呢 葡萄牙在非亚美洲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 成为海上强国 今天我们已知的葡萄牙与国家和地区呢 大多数都是那个时候的战果 他们分别是巴西 安哥拉 莫桑比克 佛德角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吉内亚比少 东地问和澳门 葡萄牙在占领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后呢 一方面对其资源进行掠夺 另一方面呢 也在当地建立了政府 学校 教堂 医院等公共设施 同时呢 还派遣了总督对其进行管理 以我们国家的澳门特区为例 澳门现行的社会制度呢 基本上就是以葡萄牙的社会制度为模板的 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呢 都是一样 1822年 葡萄牙的第一部宪法中 正式把澳门视为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之一 并将葡萄牙的法律 当然的试作澳门的法律 此后呢 葡萄牙的一些主要法典被延伸到澳门适用 所以澳门的法律制度也具有明显的葡萄牙法特征 它反映在法律人员 法律结构 司法体系 以及司法操作等各个方面 同理冬帝问也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提问者口中会有 葡萄牙有什么法律 冬帝问就有什么法律这样的说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点 葡萄牙放弃东帝问 1975年东帝问独立 葡萄牙之所以会放弃东帝问这个殖民地呢 有很庞大的一个历史背景 在1974年4月25日 由一批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 推翻了统治葡萄牙40年的极右政权 开始了民主化进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康乃馨革命 同年葡萄牙政府开始实行非殖民化 放弃海外殖民地 所以呢世界各地的朴属殖民地呢 就开始纷纷脱离了葡萄牙统治独立 东帝问呢于1975年的11月28日独立 成为了东帝问民主共和国 那如果你不了解康乃馨革命呢 可以看我们公众号的康乃馨语腔这篇文章 葡萄牙之所以会放弃殖民地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原因来看 第一点在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 全球的殖民地都兴起了一股独立浪潮 而大多数欧洲国家对此的态度呢 也都是任去存 殖民地独立啊是大势所趋 第二点因为独立浪潮 普通殖民地的独立战争纷纷打响 葡萄牙军队和动乱者冲突不断 死伤惨重 殖民地的军费开支急剧上升 这让原本就鸡贫鸡肉的葡萄牙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点 也就是东地问和印尼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前面我们讲到 东地问是在1975年的11月28日 从葡萄牙独立成为了东地问民主共和国 但非常不幸的是 就在短短的九天之后 东地问就被印尼入侵并占领了 并且在1976年的7月 正式成为了印尼的东地问省 在接下来的20年里 东地问不断发生抗争运动 并且爆发了持续多年的独立战争 造成了10到25万人的死亡 在1999年的8月30日 在联合国的监督下 东地问举行了全民公投 大多数的东地问人民呢 就投票同意从印尼当中独立 但是一直到2002年的5月20日 东地问才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承认的独立国家 也就是现在的东地问民主伯合国 关于东地问和印尼之间的战争 我很推荐大家读一读葡萄牙作家 Jussel Houdrigus de Sandus的小说 它的名字叫做《黑暗之岛》 这本书的言词非常的优美 而且它的情节非常的生动 在读到它的第一段的时候 我就已经喜欢上这本书了 如果有小伙伴对这本书有兴趣呢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可以给你发送电子版 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欣赏一下 它开头的四句话 在欢迎这本书的作者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但如果你经常去网易书店的话呢 就很有可能 这本书的作者 在书店看到这样的一本书 就是 这本 总督的情人 它是以澳门为故事背景 是莲花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后一点 也就是葡萄牙对东帝文的援助 东帝文是世界上极贫穷国家之一 大多数的物资都要靠外国援助 虽然说经济正在进一步尝试发展 但是目前经济状态并不好 可以说不仅仅是东帝文 还有朴薯非洲殖民地都非常的贫穷 独立战争 内战和疾病让这些国家一穷二败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 那么这些国家依然还停留在农耕时代 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是殖民历史的原因 在1755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 欧洲的殖民者担心如果在殖民地 发展全套工业体系的话 这些殖民地会反杀欧洲的这些宗祖国 因此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禁止 殖民地拥有独立的工业体系 如此一来直接的结果就是 殖民地只能种植和生产单一的作物 或者是矿物 因此殖民地的经济都是非常脆弱的 一旦失去了宗祖国的配合马上就会全线崩溃 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则是地缘位置 导致这些地方从来都没有发展出过高度文明 这一点跟我们中国就恰好相反 尽管我们历史上有鲜卑族蒙古族满族先后掌控了中国 但最后无一不是融入了华夏文明 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 《枪炮并军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这本书 或许最后你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也得扯远了 我们回到第四点 葡萄牙为什么要援助东帝汶还有这些非洲普与国家呢 难道是因为人道主义吗 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为了葡萄牙本身 有数据分析葡萄牙语到本世纪中叶全球会有3.9亿人口使用 而到了本世纪末 葡萄牙使用者将高达4.87亿人口 可谁能想到葡萄牙这么一个蛋丸小国 有一天他的语言居然会大放异彩 也就无怪乎非洲主义者戴维·伯明汉在葡萄牙时导演的第一句话便是 葡萄牙是世界上最擅长生存之道的国家之一 和葡萄牙相比同时期的殖民国家 比如说荷兰还有意大利 他们的语言却在走向衰弱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普与现在的成就要归功于葡萄牙不以余力的推广 比如说普与国家共同体的建立 很显然他也成功了 今天我们提到安格拉、莫桑比克、佛德教、圣东美和普林西比 几内亚比少、东地问 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普与国家 可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当中 普与使用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或者说普与只是大部分人的第二语言 那么这些非洲普与国家就不知道吗 他们当然是很清楚的 但是这些国家的当权者为了尽快的融入国际社会 普与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互利共赢这就是现在的局面 但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殖民呢 那么对于葡萄牙的利好还表现在哪一些其他的方面呢 我个人认为是葡萄牙吸引优秀的普与国家的人才 这一方面呢弥补了葡萄牙本土的人才 大量游向欧洲其他国家的事实 另一方面呢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葡萄牙严重的老民化 关于这点呢我们下次再谈 在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问题 大家觉得葡萄牙的这些前殖民地的人民对于葡萄牙是怎样的一个情感呢 其实在写这个文案之前啊 我甚至都不知道东地问到底在哪 我记得在前几年看过一部巴西作家保罗·克埃瑞的作品 名字叫做维罗尼卡决定去死 里面的女主人公维罗尼卡 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哪 在死前呢写了一封遗书 告诉世人斯洛文尼亚 是以前从南斯拉夫分出来的五个国家之一 作为一个中国人呢 我可能是永远都没有办法体会这种小国国民的心态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